追完也写攻略,接着就来追,如意传了,先说两句题外话,实在忍不住,冲着迅哥来的,从向悟向旅游江峰就爱上迅哥了,呃,是不是暴露了什么?从前的迅哥是降色盘的,当年版寸头的《我就这样立誓》总有一天要长发肌腰,为了和偶像拥有同款发型,18年过去了,迅哥的电影,电视依然是第一时间去看的, 可是第一集的丝巾装扮,原谅实在不能为心的说出好看几个字,原谅的老粉心,并不想找迅哥第一集的剧照出来,但是毕竟是一个老的不能宰老的老粉,当然不会这么容易就切坑呀,结果发现后面居然还不错,迅哥的妆容也都慢慢上线了,叫刺耳的 所以说,怎么能让迅哥来背锅呢?明明就是妆容,浮化的错,我迅哥受到委屈了,哭唧唧,好了,说正事,我是来夸如意赚的,虽然还是没忍住先吐槽的这么多,但是看了前十四集之后,不得不说,剧情还是很能打的,瞬间把沉浸在演习攻略 真是爱美中轻松且易得我拉回了现实,如果说演习攻略以下简称演习,是上句,那么如意传就是现实相证据 比如说,当皇帝说太后住的殿寝,务必体面的时候,我天真的以为皇帝要塑造大孝子人设了呢? 然后在下一刻,觉得事情不那么简单,甚至感觉脸上隐隐作痛了呢? 此时心里已经有了不祥的预感,果然下面太后也出招了呢? 先是让皇后去收服皇上,发现不管用之后,压低庆英的尾份,让庆英为其姑母守孝三年,名为守孝,其实就是金族 这要在演习里面不得女主光环一开,两级搞被太后,三级搞死皇后,四级宠冠后宫,物级再刷一轮的节奏吗? 这就是轻功博异论本论啊,已经更新了十四集,都被我刷了好几遍了呢? 没刷一遍都会发现之前没看出来的伏笔,这句不简单啊 更别说训歌表演的层次,堪称整容及演技,从开始对帝王爱情的深信不疑,到后来开始努力自保的无奈和坚强都表现得淋漓尽致,简直让人不敢开背速观看,真怕错过了 所以说,不要说什么,为什么要让四十多岁的周旋来演女主? 你就说二十多岁的女演员谁能演得出这么复杂的人物性格吧? 这样有深度的剧情,难怪选择的演员大多都是老戏骨 比如前皇后身边只出现几个镜头的摩摩是香蜜里面的花山,是狼牙榜里面的长公主 太后身边的摩摩也是伪装者,里面的大反派等等 说了这么多,最后总结语就是,如意转世一不值得慢慢追,慢慢评的剧哟 相信顺歌也不会让我们这些老本事忘呆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